大家好我是橘子姐 今天教大家在家汁制年糕 非常的好吃 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做法非常的简单 这是300克的大米 用凉水泡一夜 把米洗净之后 加300毫升的凉水炸成米浆 把米浆倒入锅中 开中小火 边熬边搅拌 把米浆熬至挂在铲子上不会掉 像这样就可以了 案板上倒入100克的玉米淀粉 把熬好的米浆放在上面 反复折叠把它揉搓成团 如果粘手的话 手上可以抹上少许的油 这样可以防止粘连 揉到表面光滑 成这种软硬适中的面团即可 手上抹油防止粘连 揪下一小坨面放在掌心 反复搓 搓成长条的样子 放在盘中备用 因为表皮上有油 所以不会粘连 放在盘中落在一起即可 锅中放入适量的油 烧热之后加入洋葱丝 再加一个胡萝卜丝 翻炒均匀 加入适量的生抽 再加入150克的甜辣酱 翻炒均匀之后加入100毫升的开水 把粘糕也放进锅中 再次翻炒一下 然后盖上盖子转成中火 收一下汤汁 等到锅里的汤汁熬到粘稠的时候 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装盘之后 撒入适量的葱花调色 美味继承 我是橘子姐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下期再见